台湾面临严重的人才危机 特别是影视产业 有很多人才大量的出走 不过有一对来自法国跟台湾的夫妇 他们却选择回到台湾拍电影 42岁的法国籍导演周雅丽和编剧太太 三年前求主制作公司 能编能导能写的两个人 曾经被金马奖创投会议向走 他们甚至为了拍第一部长片 把原本在法国的房子都给卖掉了 接着要看环宇新闻 吕亚军 廖文璞采访他们的故事 别人把台湾电影视为死胡同 但这对夫妻不一样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有一个角度的镜头 与一个角度的镜头 其实才是真正去展现出 人物情感的很重要的时候 这对导演编剧夫妻党 正在办公室里一字一句告诉演员 如何赋予台词生命力 夫妻俩对拍片各有自己的坚持 太太装单膝 单正编剧五年了 妙笔生花的文采 古装时装剧本都难不倒他 那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要我还是喜欢就是 这个是个高富帅 然后这个是个白富美之类 就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 那我就 因为这个是 该怎么讲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客户 可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话 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我对每个东西出去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我自己的想象 跟我自己的内容在里头 所以当我回归到 做我们自己的电影 或是我们自己要拍的东西的时候 那我就会马上就回来 夫妻俩2014年成立制作公司 虽然规模不大 但凡是不假他人之手 在办公室里还要身兼父母角色 周亚利还为了拍摄第一部长片 最后一日 能在明年冬天顺利上映 甚至把法国不动产给卖了 积极寻找发行商 这部长片以悬疑 惊悚手法包装 剧情说的是 全球都在关注的性暴力事件 周亚利用流利的英语 侃侃而谈 剧本自己新手写 八岁立志当导演的他 人生启蒙比一般人还要早 因为周亚利十二岁 就有亚洲电影梦 传统亚利的电影梦 就在2010年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 和太太庄丹琪在一场朋友的婚贤派对相识相爱 这对台发夫妻最后决定将创业基地选在台湾 没吸进到资源相对更多更大的华语市场 中国大陆理由很简单 我会说我的角度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我们现在去 假设真的去中国大陆工作的话 我不知道要住在哪里好 因为空气污染啊 然后毒食品事件 但我在台湾里的 是有自由言证 而且这并没有价格 环语新闻 廖文璞 吕亚军 采北采访报道